原来真的会沉醉于镜头的捕捉瞬间 因为眼睛或许会遗忘 但镜头下的南京是不会褪色的记忆 举起相机 镜头里是玄武湖的闭波荡药 究竟何时拥有了第一台相机呢 在某个午后 阳光正好 南京的古城墙下 我许下了用镜头讲述故事的愿望 那一刻起 南京 这座城 变成了我镜头里不可或缺的风景 用镜头讲述属于自己的故事 与这座古城的邂逅太过迷人 十年时光 无数次的快门暗下 绘成了这部属于南京的纪录片 我为它取名精灵梦回 或许正是那次不经意的决定 让我的人生轨迹悄然改变 南京这座城 用它独有的方式 教会了我如何用镜头去倾听 倾听中山林的庄严 倾听鸡鸣寺的陈中木骨 倾听每一块青石板路上的岁月回响 何时起 我开始爱上了这座城市 或许是从第一次踏入南京博物院的那一刻 历史的厚重与艺术的璀璨交织 让快门声成了我与时空对话的桥梁 每一件展品都在诉说着千年的故事 夫子庙的灯火阑珊 老门东的小吃摊前人头传斗 这是属于南京独有的烟火器 生活总是一往无前 在南京 让我们停下脚步 做故事的回头课 体味那份跨越千年的韵味 温情